一会儿呢要做早餐了 然后顺便给大家拍一拍我的这个厨房的page 我这个呢是这个房车专用的灶具 然后它是比较窄的那种 专用的 所以说这个车内的灶是必须的 它要比这个电磁炉好用百倍 它是两个灶眼 你看这个我用来熬粥了 就是糯米粥 然后用这个呢用来煮咸鸭蛋 然后咸鸭蛋水呢还可以用来洗脸 所以不浪费 然后车外还有我的这个推拉灶 大家就见过很多次了 那是用来炒菜的 另外我这个灶呢 它是带这个安全开关的 就是说如果说火灭了 它会自动断气 所以很安全 也不贵 大概就在600多块钱吧 我记得这个灶 刚才我说它不贵呢 是因为它虽然说是600多块钱 比普通的家用灶要贵很多 但是呢 因为它是两个灶眼 两个灶眼 而且是专门为这个房车设计的 它这个宽度 它这个宽度是窄的 窄框的 你要用家用的 是不能放两个灶眼的 因为它太宽 太宽 所以说在这个房车的专用灶里面 它算是最便宜的 而且也比较好用 这个呢就是推拉灶了 比起很多房车配备的那种 需要每天连接管线的那种灶要方便的多 而且也便宜 并不贵 一千多块钱 整个全算上 包括这个硬件 还包括它的这个工时费 车上开孔 全都算上 一千多块钱 很好用 你看我们邻居 它这个煤气灶 就得每天要从这个车里面 接根管子出来 然后把这个灶 都放在桌子上 很麻烦 我这个一推一拉就OK 有的人说什么液化器不安全 完全是不了解情况 液化器又其实主要成分是钉丸了 那么钉丸在我们国内用了多二年了 不能因为一两次的这种事故 就说是它不安全 而且那种事故的原因 一般都是什么胶皮老化 或者是那个灌 过了那个安全期 所以这个不存在 很安全的 用的时候 只要车内保持一定的通风就OK了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那么钉丸呢 它并不是煤气的成分 煤气是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是有毒的 钉丸没有毒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 不要因为这个地基错误 说这个钉丸会熏死人 不会 煤气会熏死人 钉丸不会 但钉丸的危险在于它的可燃易爆 你只要控制好你的这个 你的设备 比如你的灌体 安全器内 你的这个 这个用专业的这种 液化器的这个管线 不会有什么危险 保持良好的通风 这个是用来 一会用来炸这个油饼的 宅叔还是一个厨艺高手 这个是昨天炸完剩下的油 今天继续炸 是菜籽油 现在这个油温合适了 就可以用来炸油饼 我喜欢吃薄的 所以把它这个孔拉的比较大 然后配糯米粥 配咸鸭蛋 然后配橄榄菜 美哉 怎么样炸的不错吧 注意炸的时候 要用这个木头 木头筷子 否则的话 对身体不好 这边的咸鸭蛋 当地咸鸭蛋是1块4一个 开吃